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邱怡 你去接一下楼下对方律师来了 那个陈律师 是 这他联系方式 把他放到就送到那个会议室吧 我马上就过去 好的 梁律 分得很好 这边摆资料 这边接人 这还用打电话吗 直接过去问就可以了 这还看不出来 这小姑娘 喂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我们在你后面 不好意思 刚刚可能没有注意 抱歉 抱歉 没有看到你 陈律 我是张秋夷 你好 我是刘 刘律 你好 抱歉 让你们久等了 对 跟我一起上去 就在这个会议室吧 对 吃过早餐了吗 吃不下午去拿点下午吃吧 不用不用 请坐 请用 谢谢 不好意思 不会有点疼 好 谢谢 那我们都互相介绍过了 或者我们就直接开始可以吗 其实我方的委托人 就是于小姐 她之前也跟我们说过 因为她其实是跟我们提过 她是非常不希望 这段就是这么 这么长远的一个信赖关系 会破裂掉的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建议她去 直接走到一个法院的诉讼程序 因为它存在一个保底的条款 所以整个委托这个投资协议 是一个无效的 因为如果说 其实法院既往的判例中 也会存在一些情况 比如说江苏的高院 她就曾经是发过一个通知说 是认定这种委托投资协议 它中间的一个保底条款 是有效的 法院基于这种情况 来进行一个裁判的话 其实可能何先生 还除了返还本金的义务之外 还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程度上的利息 我知道你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案子 我们也去查询了一下 但是有类似 有相似点 但是也有很大的区别 我问一下余小姐 现在她最后就是给到 两位律师的想法是怎么样 她需要多少 简单地给大家算一个账吧 就是首先我们的这个投资本金 是1100万元 等到她到了800万的时候 我方是其实已经进行了 一个催告的义务 然后其实何先生也没有说 去继续履行这个合约 我觉得这个好棒 彼此给出一个结果 到了700万 我们是再一次进行了一个催告 然后最后等这个股价 已经来到500万的时候 我们去把它进行一个出卖 来进行一个割肉出事 所以最终我们的损失 是1100万-500万 已经来到了这么600万的一个数额 但是基于我们对判例的搜索 其实大部分法院会支持一个被委托方 承担一个大概90%到一个80%的责任的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愿意 以70%的责任来去承担 是希望礼方去进行一个420万元的 一个资金的补足的 为什么何女志说之前提出过300万 现在420万 其实我也炒过股 我也在1月份的时候亏了不少钱 当时1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行情是来到了2700点 然后目前来说 其实我们的高位已经回到了3400点 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股友群里的 所以其实云律是也很清楚 何先生现在是完全有能力 去对我们进行一个这样的赔付 教练我有个问题 您说 就是当时余佳佳委托何强操作 是基于他承诺保抵本机的 这样一个基础对吧 对 那么问题是 为什么在何强没有说放弃炒股的情况下 余佳佳自己去割肉呢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法定解除权 因为我们经过多次催告 你们仍不履行这个协议下的 一个关键的义务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完全有理由去 去终止这个条款的 其实你们这个 双方当时对于这个 保底啊炒股的期限 其实是没有约定的 有约定的 对 秋一可能在事实方面会更了解一点 因为在保底条款中我们约定了 三天内必须要在三天内追加第二个 甚至第三个一百万 依此类推 所以何先生只要在三天内没有去追加这个 并且我方多次催告甚至超过了三天 还未追加这笔款项的话 那么其实您方已经是违约了 哦 厉害 因为我们现在协商的目的就是我们双方不要太僵走到法院 但是法院却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点 因为这对我们双方都很关键 我们这方之前在聊天中也跟何先生透露过 我们确实是急需用钱 所以我们可能对上法院确实会有一些抵触 翻牌了 但是我想何先生对上法院其实说句实话也是有点抵触的 因为这种条款 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多数的案子 一定是比我们今天提出来 给您的这个数位要高 这个我打算一下 不是可能他对于上法院有一点想法 但是从我跟刘律师的角度来说 我们很欢迎他上法院 这个我也把话先放在这里 这个从我们做专业律师的角度来说 不会对上法院有任何的想法 没有吓唬主席 首先我们对何先生这个操作能力 目前为什么我们没有走到法院的这一步 其实我们是对何先生的操作能力的一种认可 我觉得我们或者说就是各退让一步 其实当时余女士对我们所说的是这个股票 它原本如果以一个没有那么急切抛售的价格 它可能可以卖到一个600万元左右的价格 那或者我们就退一步说 这个200万元的差额由我们去承担一半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前提就是从这个600万 退到一个500万 我们来就是向你帮请求一个350万元的赔款 我觉得这已经是真的非常合理了 就是如果我们到法院 我们甚至真的可以拿到这个数 这个70万元的差额 我觉得我方是愿意去承担这个时间的风险 好棒 我们认为余佳佳他当时单方面通知委托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过错和问题 真的 我跟你讲一种极端情况 就算这个股市亏到零了 余佳佳担心吗 因为有保底承诺 对不对 余佳还是会把这个本金都补给他的 而且到现在为止 他急着用钱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我们还要去调查的 稍等一下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首先一定要明确 他并不是说我们看到股市下跌 我们才去抛售我们的股票 而是我们之间的信赖利益 以余佳的行为 让我们的客户已经无法再信赖他了 不放心了 合同明明条款已经说了 你要在三天内追加 可是你没有追加 而且我反复催促没有追加 还推托 其次还有一点 您要追求我方的资金 对吧 那我想知道何强先生 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帮多人炒股呢 因为法院要保证金融的一个秩序 他是不允许一个 没有任何身份和资质的自然人 帮大家去炒股的 所以宁方其实上法庭其实是吃亏的 詹秋仪大多数时间 他都是观察对方在 听对方在说什么 然后找到对方的漏洞 然后在合适的时候 他就出击 他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到底直接要害 这个事情当中 我们认为我们唯一有过错的地方 就是一开始没有把那一百万扔进去 那么我们就估算了一下 如果当初这一百万我们进去的话 差不多现在就是少了一半 也就是说我可能只有五十万 减少损失的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赔给你们 所以这个数字是五十万 但是你现在跟我讲 差距有点大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差距的话 那么很多事情可能等一下 我们就会比较透透 因为我们可能要把法律的东西 一条一条要掰一下 首先我们第一笔亏损出现的时候 不要忘了一个关键事实 是因为何先生的操作失误 才导致了我们第一笔三百万的亏损 何先生不光要追加这一百万 他要追加三百万 因为他赔了三百万 所以按照您二分之一的话 现在也是一百五十万了 但从这样一个过错 他不是仅仅是一百万的二分之一 所以如果说真的最后 这个现在股票上涨的话 那么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追加一下 我们当时如果不是您的过错 我们不会这么解除 我们放在里头 我们现在就涨很多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不能那么说的 换位思考 站在你们的这个角度 你们刚才一直在核心的提 那个追加一百万的两百万的问题 这个我说实话 我也是可以认同的 他没有去操作追加一百万两百万 这个行为 我们考虑一个原则 既然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 我们就不会说守住 一分钱都不付的 这样一种方案来谈 你们现在最愿意提供的一个价格 大概是多少 现在这样的就是 我们给他做了 做下了一百五 而且可以七天之内 余小姐这边能接受的话 我们今天就可以签协议 但是一百五十万的话 因为他们的底线是两百 我们这方六百万的损失 我们要承担四百五十万 您承担一百五十万 这是三比一 有点太不大空正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再降五十万 您再加一百万 到二百五十万的这个赔偿 不知道是否可以 我明确地说 二百五十万没有任何 可以谈拢的可能性 来之前何先生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这个事情 大家聊得不愉快 不愉快的概念就是 就是大家在语言上面 在想法上面 他说他是愿意扔掉一百五十万 去打关系 我也希望你们就是跟何先生 去明确一下 因为到法院的话 这个事情影响可能会比较大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 何先生他之前没有想到的东西 但没关系 我现在先去给他打一个电话 我去做一个可能真的是 我们俩一起去跟他打一个电话 我们俩一起去跟他打一个电话 一起开到会议上了一下 我尽快 十二点之前回来 好 这样吧 那就说 那就二百二十五万 您其实就多加了七十五万 买一个名誉 再买一个长期发展的关系 而且我们这边 确实承担了很大的损失 如果不是急得用 你每次跟我说 这次都好无天气 我可能看到你 我就想反驳 你知道吗 然后就这样吧 好 我们明太说 我们现在的底线就是 我们之间差额 各付百分之五十 各让一步 你们所说的一开始期待是一百五十万 我们的期待一开始是三百万 中间有一个一百五十万的差额 我们各承担一人一半 七十五万 我们最后的报价就是二百二十五万了 我看这样好吧 今天我觉得差不多 我回头我们回去各自做一下工作 但是坦率的说 我回去不会跟何先生去聊 任何超过两百万以上的数字 您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等一下我们可以留一下联系方式 这样把现在的我们的二百万 我们就签订一个协议来把它定下来 但是后面的二十五万 我们就作为一个未来合作 我觉得不要搞这么 不要搞这么复杂 搞这么复杂 反而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复杂问题 是一个诚意的表现 今夜想在底线之前 再做一点 好像不太有成就感 我们的底线是两百万 我明确地说二百五十万 没有任何可以谈拢的可能性 我回去不会跟何先生去聊 任何超过两百万以上的这个数字 是本质要达成一致的这个目的去谈的 是一定要谈成的 梁绿给的任务非常明确 一定谈成 一定要谈成 这样吧 您说 如果今天能签协议的话 我愿意做退让 限制只是今天签协议 这事就解决了 大家以后都是朋友 二百万 一分都不能少 二百万 一分都不能少 您只加了五十万 又维护名誉 又买了一个朋友 好吗 那这样吧 那个你们要不辛苦一下 先把这个协议做出来 趁今天大家心情都还可以 好的 辛苦你们两位 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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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